马明山正安宫五年千岁主庙 位于云林县宝仲乡的王爷庙 主是待天寻守五年千岁十二王爷 以五年一教应而称之 而五年千岁就是十二位千岁所组成的神明 依照十二弟子排列成位 五年千岁的起由一般民间信仰传说 五年千岁就是周五王时代的十二位英雄好汉 因为辅佐五王打败英咒王有功 则受天地赤命奉为待天寻守之千岁 以十二弟子为顺序 每年轮值降世纪 寻安人间告察人间善恶 供奉五年千岁的庙宇会在一年五年续年坐教 每十二年间三度坐教 因为每次坐教相隔四年 若连首尾的两年列入计算 这就是五年 因此五年千岁的神尊明昊也由此而来 马明山正安宫五年千岁主庙的后殿 供奉的则是观世音菩萨 灵骚宝殿则是供奉着三观大帝玉宏大帝 已有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的五年千岁主庙 历经各年代信徒的木款修缮重建 才有如今复令堂皇的样貌 五年千岁主庙的庙子则为风水齐家的浮水莲花穴 也使得作战于保重乡的千岁得以神威怨拓 另外还有近两公顷的寺庙主题公园 五年千岁公园 它是由慧琪璐先生设计 以奇岩异石为主体架构 还有高山石林的庭园景观 总共有七十多个主题 公园高处的龙马象征千岁的行动力 观音菩萨则是慈悲喜舍 九龙俱传则是增添了公园的特色 所以来到云林保重乡 请千万别错过参拜 马明山正安宫五年千岁主庙